新年好 今天是大年初一 昨天晚上真是回到家太晚了 然后我现在一觉睡到了中午才起来 起来之后呢 就发现我们家被炸过了一样 整个家里面就是乱七八糟的 因为这几天不是收了很多东西 就是没来得及把它放好嘛 你看下面的这一群洗干净的衣服 外面还没有收的衣服 然后昨天化完妆也是急急忙忙去朋友家嘛 所以这里也是放了一大堆东西 没有收拾干净 今天最初的任务就是把家里面收拾一下 然后呢我可能会在家拍一组新年的照片 因为我好不容易才把我的年宵花和这些东西整理好 家里面稍微有一点点新年的氛围 就不想浪费掉 在家可能拍一组穿搭或者是照片 新年的照片 然后下午呢我们可能就会出门去逛逛 就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 OK我先把家里面收拾一下 好美哦 是吗 我唱的这些节版的场景是一片花 是一片维绕的到处 我想说未来 你将探索公园的太空 我已经化完妆了 然后换了一身衣服 今天穿的就是一个比较新年的款式 今天就是在家里面拍摄 穿的也是比较中国风的感觉一些 这个是 你躲在那干嘛 我今天穿了一件小砍件的马甲 然后有中国的刺绣的元素在这边 还蛮好看的 然后是Zara的 下面穿了一个黑金烫金的裙子 和一双小马丁靴 然后比较酷一点的风格 就打算在我们家这些比较红一些的地方 拍一点照片 昨晚的春晚我们还没怎么看 现在边拍边补 拍完了 现在就是准备换一套衣服 我们可能出去外面走一走拍一拍 然后就回来吃个晚饭 然后就准备剪金 剪昨天的除夕视频 给你们看一下我养的这个欢乐颂的玫瑰 这是我第一次买欢乐颂 我没有想到它开放度这么好 现在这个花瓣都还是硬硬的 而且它里面所有的这些花心都已经开出来 开成了饼了 然后它那个花真的好大一朵 跟我的脸差不多大 每一个就是这么大一棚 感觉悠悠她们好幸福 就是我养玫瑰以来应该是养的最好的一次了 而且我觉得欢乐颂也蛮适合在春节当这种年宵花的 就是寓意也很好 名字也很好 然后这个橘橘的黄黄的颜色 红红的颜色也超喜庆的 如果喜欢玫瑰的话 大家可以从欢乐颂入手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做的这一盆年宵花 这个材料的桶 还有这些金的这种东西 还有上面挂的这些挂饰 都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就几块钱到十几块钱 成本价非常的便宜 还有这种纸折的这个扇子 然后就是蛮有节日气氛的 剩下的呢 这个黄色的是跳舞篮 我在这边买的也比较 好像也不是特别贵 然后这个呢就是银柳 银柳的这个在超市买的 9块9一把 这个是康乃馨 因为我已经买不到别的花了 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全部都没了 最特别的是里面有一个这个 毛茸茸的不知道是什么的花 就还蛮喜庆的 然后红红的一大团 很可爱 这个也是在超市买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整个的这个银柳 这个银柳呢就是刚刚车市买的银柳 剩下的我都插在这了 上面挂一些这种小小的福字 然后就很有新年的氛围感了 是不是超棒的 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东西出来 嗨嗨已经出门了 我们现在准备就是在这边的大森林里面走一走拍一拍 看一下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用了假发片 哇塞我才发现假发片是一个这么好用的东西 就是它接到头发上面以后 真的没有太多的感觉 就至少短时间内了 而且我选的这个跟我发色还蛮贴合的 怎么上坡这么累 然后呢它就是会让你的发量爆增 看起来就是很饱满很丰盈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我自己重回了18岁 拥有了我以前的发量好开心啊 现在的阳光真的超级好 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今天应该能够拍出非常非常好看的照片 这个人气死我了 到这边已经快快拍了 才发现他的相机卡又没有拿 现在又回家去拿 哎呦这个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啊 刚刚突然发现大门牙 给我发了个信息 给我偷偷打了一个小红包 可能是怕我生气吧 不管它我先收了 哈哈 收款 叮叮 我来开始今天的键盘工作了 我能不能在今天晚上之前把这个视频剪出来呢 立下的flag应该不会倒吧 好好开始 春节 天啊 西天 我取了什么名字啊 Vlog 一批碗 我们的外卖到了 我现在先出来吃个饭 今天吃的东西还挺好的 是我蛮喜欢的一家外卖的 一家做穿彩的 我们就先赶紧吃几口 然后我就要赶在今天想把我的Vlog还是剪给大家看 所以就是趴几口饭继续工作 哎呦我最爱吃的那个汤汤 粑粑对吗 啊还是圆的 你这每次送过来的时候它就扁成了一个饼 现在还是圆圆的 好吃 幸福 还点了一个买得跳麻麻鱼 然后这个应该是水煮什么东西啊 我忘了好像是点了一个 没有一个一个什么堵吧 我都不知道还是带汤 呛炒粮藕 然后两个饭对吧 是吧我要饿死了 八点八点半了 点击发送 搞定 我已经发出去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一期的Vlog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呢因为我明天是大年初 要去朋友家打麻将 然后半年 所以呢我这样就要加班 把明天要发的Vlog剪出来 争取 不要你们再熬夜到这么晚才能看到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期的Vlog 我再剪一下就要准备去卸妆休息 明天见